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1日 星期二 今天是大年初一 祝大家身體健康 龍精虎猛 出入平安 現在很多時候 大家都沒有辦法出入 尤其是在疫症大流行的兩年 很多地方都封關封城 航空公司 或者入境政策 全部都在收緊 希望 接下來在一年2022年很快就全世界解封 除了中國之外 中國 香港和澳門也沒有辦法 在這裡的朋友可能會比較辛苦 你們也應該暫時出不了國 我們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要說一下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當大家 看到一些貓貓狗狗 藏在鐵籠裏面 你們也會想一下 會不會是寵物店 這些貓狗是不是賣的 不是 當大家看到貓貓狗狗 藏在鐵籠裏面 他們不是賣的 他們是要來吃的 當你看到一個 貓肉火鍋館的老闆出來 競選愛護動物協會主席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荒謬 有沒有搞錯 你也愛貓的嗎 你用甚麼愛呢 原來就是用你的舌頭 用你的口 用你的胃來愛 但是 更加荒謬的是 投票當日 有人告訴你 這個貓肉火鍋館的老闆 成為了愛護動物協會的全球主席 大家會有甚麼感想 全球 聯合國 就是這個荒謬的機構代表 聯合國宣布 北韓 是會 在今年年中 接任全球核裁軍論壇的輪席主席 論壇 可能沒甚麼權力 但是 竟然有一個 窮兵獨舞的軍事狂人 接任全球核裁軍論壇的輪席主席 有甚麼意味呢 意味 有一個 聯合國監察的組織 嚴厲批評 他說 由金正恩領導的朝鮮 即是北韓 主持全球核武器裁軍會議 如同一個連環強姦犯 負責婦女收容所一樣 這個我也覺得未夠貼前 應該就是一個連環的強姦犯 負責全球婦女的權益保障委員會 以及道德重整會的會長 我們用貓肉火鍋館來形容一些 匪夷所思 很荒謬的事情 原來 現實也是一樣荒謬 貓肉火鍋館的老闆 還要周圍在全世界建立他的分店 首先 他可能會在南韓開分店 北韓就未必可以開貓肉火鍋館的 因為不夠吃 可能要吃老鼠 老鼠也可能沒有 可能要在 亞聯酋 伊朗 阿富汗 俄羅斯 其實俄羅斯也不會吃貓 全世界吃貓的國家不會很多 我想是兩至三個 東南亞 可能有些地方吃貓 緬甸 遼國可能會有人吃貓 柬埔寨可能也會有人吃貓 中國 其實我想不明白會有人吃貓 大陸你也知道很多好火而去匪夷所思的事情 這個我是親眼所見 20多年前 我還在讀書的時候 去參加短線團在廣東省 有一間野味餐廳 導遊興之騙騙騙說帶我們吃野味 我不知道什麼叫野味 實在是小時候不認識的 我看到有貓和狗 困在鐵籠裏 當時 團裏有些主婦無知婦義 他的名稱我忘記了 總之是那個無知婦義 那些狗很有趣呀 怎麼賣呀 這些不賣的 這些是我們煮的 他很惡言很詫異 我們煮 我們煮 一會兒可能 你們就給你們吃 他當堂作嘔 導遊出來說 我們不是吃這些的 我們是吃川山甲 果子梨 這個應該是九幾年 我總之很小 當時不認識的 參加了一些團 有一個 野味團 有吃水魚 他們最厲害的就是廣東人才吃這些的 川山甲 果子梨 黃驚 水魚 蛇 這些東西 北方很少人吃 但是自從廣東人教育他們吃蛇之後 整個 廣東人教育了北方人吃蛇 使得所有的蛇被中國人吃光 中國人 要去越南 柬埔寨 遼國 緬甸 進口那些蛇 因為 中國人吃光中國的蛇 沒有了蛇之後 老鼠就發威了 所以當時是十幾年前 應該是0809 泰湖 乾寒 跑了20億隻老鼠出來 東方田鼠 因為沒有蛇 這些情況 全世界都不會發生的 是中國會發生的 好了 現在 我們要說一下這件事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主力 記得在星期二日報 當你聽到的時候 不是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得道就聽不到我們的節目 暫時我們會試一兩個月看看的環境 現在其實也辛苦了一部分的失地 一半左右 當然一半也還有很嚴重的 現在勉強可以找到數 我們兩個呼籲 二月四日 年初四 星期五 還有幾天 我們會在中共的大使館門外舉行一場抗議活動 希望在英國的朋友倫敦的網友都可以過來參加 之後四點之後我們就會有一個義工大會 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來幫忙 因為 當日有很多團體在這個 現場 會有抗議活動 會有人接力的 所以你們 就算不是參加我們的活動 也可以參加其他組織的活動 我們現在 當然另外就是88了 88消息 其實也是做了這一輪的 到了新十五之後就不會再接單 應該也沒有人吃盤菜了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說回朝鮮 他們 原來上個星期進行了第六次的導彈試驗 今年已經是第六劑了 同一日 聯合國竟然宣佈他 會在年中 接任全球核財軍論壇的論席主席 當然 聯合國是甚麼地 現在是甚麼組織呢 已經是被一班 殺人放火 打架劫射的強盜 他們 代表的一個無恥的政府 壟斷了這個地方 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裏面有甚麼國家 全部都是踐踏人權的惡棍 嚴格來說 將那個地方的領袖全部民調 這世界就和平 就有人權了 這次 竟然核財軍會議也是聯合國 令人覺得這個組織 已經好像彷彿鬼上身一樣 其實中共 就是把聯合國顛污的最大的兇手 他一上去聯合國 就到處拉幫結派 搞團團火火 一進去聯合國 他專門收買非洲兄弟 其實當時也是靠亞非拉國家 一直給錢收買 一直給利益輸送 慫恿這些國家 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 取代台灣 然後花很多這些錢 用中國人 納稅人的錢 當然 現在 他不僅如此 還在聯合國裏面拉幫結派 聯合國裏面 已經大部分的組織 都被中共 可以說是鬼上身 除了常任理事國的五個國家之外 其他很多委員會 基本上美國已經全面淡出了 而且 我也不少看到外面已經有人開始討論聯合國 因為這個 真的是完全是一個垃圾機構 已經沒有再存在價值了 當年大家記不記得 香港 一個 美心的大小姐 五月青 還有 何鴻生的 何超瓶的地紀女 忘記了 何超瓶 去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作證 說香港的人權沒有問題 沒有侵害香港的人權 也沒有公安 也沒有執法 在說謊 無欠香港人 他們專門是做這些事 就是被中共 徹底鬼上身 被中共這隻惡鬼 徹底把聯合國鬼上身 所以聯合國的 這個地位已經一落千丈 已經沒有人再理會了 現在 更加進一步 下一次 不如全世界的婦女大會 由伊朗去做吧 保護婦女大會 甚至乎塔利班 去兼任這個輪值主席 由一個 全世界最侵害女權 最對 女性 尊嚴淺淡的國家 去做這些主席 其實是剛剛好 看到側近訪問的消息 本來不想說 但是不說 忍不住 真的忍不住 北韓 既然可以做了之後 我想 之前川普說要退出聯合國 其實應該的 這個組織 其實完全沒有再存在的必要 上任理事國有兩個是 邪惡政權 你等於把這個做甚麼 你等於再做一次 你不如拉麥索里 拉希特拉尼 拉東條英基來做吧 沒有分別的 所以 對於這些新聞 真的 越看越不開心 聯合國 玩完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